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艺术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我觉得防晒的关键词对于我来讲是观念和习惯 只要树立了正确的防晒观念 养成正确的防晒习惯 那么日常的防晒工作就不会白费 我平常就是在挑选产品的时候 就比较注重产品的防晒性能吧 所以我才会选择安热纱 因为它具备极佳的防晒性能 就是安热纱的小精品 几岁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在我有意识的时候 对就会使用小精品这样子 我觉得它是我一个阳光有活力的小伙伴 又非常可靠 因为当时就是用了小精品 用了另外一支话筒 因为我有两支话筒 还有一支是从来没用过的 当时可能觉得换一支话筒的效果比较好 没用过嘛 所以接收器的问题 所以它就突然没声音了 大家就是来帮我完成了这样一个事故现场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感动吧 但是对待会还要处理一下 其实脏变我觉得是一个创新的造型吧 当然之后的话可能也会去尝试一些有意思的造型 这都取决于那个装画师的功底 对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心态上就没什么变化觉得更年轻了吧 就是外贸上肯定会有改变 然后但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还是内心吧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更加更加的有自己的想法一些吧 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去做过嘛 所以我觉得没有做过的事情都蛮有挑战的 都想去尝试一下 因为是魔术嘛 就是大家要保持一种好奇的心理 也不要千万真的去拿杯子这样去把它弄碎这样 看看就好开心就好 之后的话看一看什么机缘巧合 学到什么有趣的或者好玩的魔术 应该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由于是电视城的方法 我太难了 就可能譬如今天太阳很大 我太难了 但是还好有暗人杀 诶 第一个女生 我太难了 比较快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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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